口罩能否解禁成了最近热门话题 追中心记者会宣布 10月5号口罩政策松绑 包含山林森林游乐区海滨 保持社交距离前提下都能脱下口罩 但不少医师持反对态度 医师提到10月5号起脱口罩时机 包含在空旷地区并与他人保持社交距离 但这些全是民众主观判定 该如何分辨是否违规 目前无法可管可罚 加一科医师李思贤认为 至少连续14天本土加龄 且疫苗覆盖率上升 再脱口罩比较保险 小儿科医师柳胖麦担心脱口罩后 民众渐渐淡忘情吸收保持距离 而且就怕有人钻漏洞 对脱口罩政策不乐观 加上台湾两剂疫苗覆盖率不到两成 对抗Delta病毒恐怕有难度 穷腔科医师苏伊丰认为 突破性感染恐会传染他人 因此就算达过两剂疫苗民众 也仍需戴好口罩 戴口罩是台湾对抗疫情近两年的大工程 如今有条件解除 一切罕见传出反对声浪 介绍这边杨翔 原SNG台北采访报导